Asses没安装Driver没挂上去 如果说你们假如说一直卡在第14行的话 你可以用第2种方式 第2种方式是利用什么ODBC的方法 就是把这一行 把这一行把它注解掉 注解然后呢 把下面这一行打开 下面这一行 然后但是你必须要去设定一个那个 就是ODBC 名称我这边是用address 那怎么样是ODBC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应该这个 其他的专案应该很常会用到 ODBC 早期的话 是要自己设定 不过还是发现ODBC缺点就是每次换一台电脑又要再设定一下 相当的麻烦 所以 除非必要不太喜欢用这东西 但是 因为刚刚有同学有问题 你们试试看 用第2种方法 那这种方式的话 第一个你会找到那个 在那个系统管理工具 里面应该会有个叫 资料来源的ODBC 这个应该有用过吧 如果用到资料库应该都会用到这个 OK 那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找一下系统来源的名称 新增一个 这个名称的话 特别找一下 这里就有个driver 你们如果连这个driver都没有的话 那应该就 看我玩就好了 因为理论上应该都会有啦 XP 我这XP的应该都有了 你们的应该更没关 没有问题 所以 Microsoft address drive 按完成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来源名称的话 就address 然后 再来就是选取 资料库的位置 我们是 我是放在低碟底下 那低碟底下的话 我是放在那个 JSB底下 我们有一个 一个路径 就是那个路径的话 选起来 然后 first 底下会有个就是webcontent 这边有个地址 OK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 就会有个那个 address 的一个 ODBC 之下来 他就会转移手 那ODBC 他的 他的 中文名称就叫 O就open OpenDatabase 叫什么 Databas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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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个 等于是资料来源管理 管理员 他帮你做管理 所以如果我今天 换了一下 也设定好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说 把这个 改成 就是说 这是用Driver的 其实 一般叫OLED OLED 用OLED的方式去开启 第二种是ODBC的方式开启 实际上应该也OK了 所以 Open之后 那这一行也不用了 所以 上面这一行跟下面这一行 都注解掉 把这个打开 这样子应该就OK了 他一样也是 会产生一个 Connection 那这Connection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save一下 然后 一样的方式 应该理论上OK 把它run起来 一样我去找一下那个宗孝东 一样出来 OK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招不行的话 试试看第二招 如果你 只有一招的话 那就没办法 一定要 所以 有些东西 技术东西 一定要备原 OK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使用ODBC来开启 如果 如果 如果刚刚的方式不行的话 那就用ODBC来做 所以如果你用ODBC的好处 就是说 无论你后面 是SS SQL Server 或者Oracle 也好 反正你设完ODBC 就指向给他 他就可以开启 所以这种方式 当然也不错啦 也不错 也是一种 可以 因为 通常 也不会动 你的位置 设定好之后 通常就固定了 所以这个导致还好 好